清军入关之后 八旗将士步伐勇猛之辈 而最以勇猛著称的人物 非敖拜莫属 敖拜历经皇太极 顺治 康熙三朝 战功赫赫 为清朝立下不是功勋 然而 在众多影视剧的渲染下 很多人都知道敖拜嚣张跋扈 甚至威胁皇权 对于敖拜的功劳 却显有人知 上个世纪末 台湾的一位收藏家公布了一封清朝的书信 可以说颠覆了敖拜的形象 有学者认为 没有敖拜 就不会有后来的康熙大帝 敖拜并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宗亲 他本是瓜尔家氏 他的伯父名叫费英东 是努尔哈赤建立后经时期的开国元勋 敖拜的父亲魏琪 是费英东的九弟 最早跟随努尔哈赤的时候 就被封上过五百户 后来皇太极执政 敖拜的父亲颇受皇太极信任 皇太极把把守圣经的重任交给了敖拜之父 任任命他为八门提督 受父辈的影响 敖拜从小征战沙场 十分英勇 公元1637年 清军攻打皮岛 渡海进攻 不料毛文龙早有准备 清军在毛文龙的炮火下损失惨重 眼看大势已去 只见敖拜带领一船勇士冒着炮火掩杀而来 到岛上之后 用若薄的方式将明军炮手一一诛杀 清军主力才登上皮岛 黄太极十分欣喜 封敖拜为巴图鲁 从此后 敖拜一战成明 成为黄太极麾下的重疆 此后 在明 清最重要的松锦会战中 敖拜又立下大功 当时继尔哈朗等人被红城仇打敌落荒而逃 而敖拜却冲锋陷阵 五战五截 松锦会战 事关清朝的生死存亡 从此后明朝败局已定 敖拜在此脱颖而出 成为八旗将领中最具权势的战将之一 崇德半年 黄太极猝死 清朝皇室为了夺位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斗争 其中 势力最大的两派 分别是黄太极的长子豪格和黄太极的十四帝多尔滚 而正在此时 敖拜 索尼 谭太等人密谋支持豪格 并且派兵坚守肃清王府 以免豪格遭遇不测 1994年 台湾台北市的一位收藏家 公布了一封敖拜写给谭太的信 信中提到 我背识先帝之实 依先帝之一 先帝呆臣之恩如天高海参 若不立先帝之子 无宁自杀谢先帝可 书目录谭太 是东海女真部落 此人是黄太极手下的另一位猛将 曾设计俘虏红成仇 敖拜在皇位动荡的紧急时刻 写信给谭太 是希望谭太能够和他一起支持肃清王豪格 理由很简单 我们都是受先帝恩惠的人 先帝死了 我们理应效忠于他的儿子 这场皇位之争 异常激烈 双方甚至直接兵戎相见 据史料记载 公元1634年8月14 中秋前夜 宗室里的长者 李清王戴善召集大家开会讨论继承人选 敖拜等人拔剑大吼 坚决反对多尔滚继位 认为必须要立皇太极的儿子 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 多尔滚虽然权势最大 但面对敖拜等重势力的威胁 最终做出让步 多尔滚转而和装飞联合 支持皇太极的第九子弗林继位 既然敖拜等人要拥立皇太极的儿子 那多尔滚就抛开豪格 选择年仅6岁的弗林 这算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最终被大家认可 敖拜等人也无话可说 敖拜等人虽然无心力顺治继位 但他们坚持立皇太极之词的说法 却间接促成了顺治的继位 因此 有学者认为 若无敖拜 就无顺治 更无后来的康熙大帝 顺治登基后 多尔滚设政 对敖拜等人多番打压 等多尔滚一死 顺治轻政 了解敖拜等人当年的贡献 极力提拔敖拜 索尼等大臣 从这一点说 顺治明白 自己能成为皇帝 敖拜的作用功不可没 顺治驾崩后 敖拜等人辅佐年幼的康熙 最终因为敖拜善权 被康熙设计捉拿并且囚禁而死 敖拜从此臭名昭著 直到雍征时期 敖拜才被平反 敖拜之死 死于功高而不支退 遮挡了康熙的成长 但敖拜并非不忠之人 有人说他曾密谋篡位 这个不符合实际情况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 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